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在展开今天的话题之前 小包先来问问各位朋友们三个问题 第一 哪种淡水龟最皮实 第二 哪种淡水龟体型最大 第三 哪种淡水龟最凶猛 哈哈 如果仅仅只是问以上三个问题中的一个 相信各自都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如果有一种龟类 同时具备了以上三个问题中的所有特征 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答案 恶鬼 今天小包就来带领大家领略一下 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巨兽 老龟卷 沉一时间三秒钟 让我们展开礼成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间熟悉的恶龟 分为真恶龟和你恶龟 真恶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恶龟 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龟 而你恶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恶龟 分四个亚种 分别是佛州你恶龟 北美你恶龟 南美你恶龟 以及中美你恶龟 参考资料后发现 也有将佛恶与北美归为一个种类的 不过民间还是习惯将佛恶与北美分开的 毕竟这两种龟 不论是性情还是外观都有很大的区别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 目前世面上最常见的三种恶龟吧 也希望在观看视频的朋友们 把你心目中最喜爱的恶龟名字打在公屏上 并加上永远的神 谈到恶龟就没有人不知道大名鼎鼎的佛州小恶龟了 之所以把他放在第一位来亮相完全是因为他的人气爆盘 首先他够凶 幼年时期就展现出了惊人的攻击性 而且攻击速度贼快 完全颠覆了乌龟慢性词的传统形象 再者他霸气 你们看他那一脸冲向的样子 满头的暴死 冷酷的眼神 也就是一股邪恶的气质 令人生畏啊 最后他那惊人的食量 夸张的生长速度 哦耶 让你瞬间长到了养灰的自信 难怪一直听过友们说 自从养了恶龟后 黑还针对得起咱这张脸 佛恶是食肉龟 并且食量惊人 在购买他们前啊 先别计算自己的钱包够不够 先去量一下你家里的空间够不够 他们可以在短短的四年里 从三厘米的小豆丁 门掌到三十厘米的大家伙 如果没有合适的饲养空间 日后会变得很麻烦 要么转手送人 要么上餐桌 呵呵 你们舍得吗 佛恶对饮食要求不高 归粮管保决心 不过小豹还是建议 适当的喂些新鲜的鸡腹肉 牛肉等高蛋白食物 毕竟人家在以外啊 可是捕食者 稍微给他们一点 尊严而畏 有条件的 可以弄点活体小鱼小虾 唤醒一下他们体内的 洪荒之力 免得把老虎啊 养成了病猫 如果觉得还不过瘾呢 就拿手指去逗逗它 那个我们来讲讲佛恶的价格 其实关于价格问题啊 就不得不牵扯到一个话题了 是杂还是纯 首先啊 小包对是纯是杂不怎么看重 喜欢就好 当然啊 这仅仅是我个人观点啊 实际上很多玩家是愿意花高价去买纯种佛恶 可问题是商家拿着是纯是杂的套路 各了太多的韭菜 在这里啊 小包就提供给玩家们几个建议 仅供参考 一 如果自己不懂得辨别是杂还是纯 不要被商家牵着一锁 找高人帮忙物色 或者去靠谱商家拿工 二 别想着几十块上百块的能买到纯种佛 商家没见过你 也不了解 他不可能爱上你 三 如果你不在乎血统 就挑个头次还行的 价格便宜的就好 买不了你吃亏 买不了你上当 绝可惜啊 现在的商家心太黑啊 把整个佛圈市场搞得是乌烟瘴气 更是创造了一个价高就是存佛的假象 让多少玩家们是欲哭无泪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佛恶在玩家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 佛舟小恶龟 你值得应用 屏幕前手里有佛恶的赶紧扣个一啊 嗯 没人 哎 咋佛也算 扣个一 咋佛也是佛 咋咋 更健康啊 北美小恶龟 要说你恶龟中的北美在中国龟圈啊 可是有传奇啊 论资历 他们可是佛恶的前辈 记得在二十多年前啊 小恶龟刚进入中国市场那会儿 撑起整座大梁的可是咱北美小恶龟啊 那个时候啊 北美绝对算得上是中高端龟友的这样 侵入国内市场的先锋啊 只可惜啊 资本市场的运作让他们泛滥成灾 更是被后期之受的佛恶抢紧了分头 最后啊 竟沦落为餐桌上的美食了 实在是令人痛心了 话说啊 品尝过北美的小伙伴们 觉得味道怎么样啊 其实啊 北美小恶龟真的不需佛州小恶龟 虽然没有佛恶那样霸气的豹字 也不如佛恶兄们 可是人家乖啊 随便你怎么孤导 没事 来吧 使劲地揉我 用力 用力啊 总之啊 北美小恶是相对来说比较优传的了 而且这货不光吃肉还能吃蔬菜 小豹的北美啊 已经被训练成了一只大青虫了 就差吐司了 又起的北美是非常活泼好动 不像佛恶那样一动不动 人家是真的没家子哦 但是你说他会不会咬人 大家可以把手指放到他 和佛恶一样啊 可以冬眠 不过温度要在一度以上 如果说佛恶展现了你恶一只中的恶 那么北美就展现了你 人家真的不是恶龟啊 是假恶龟哦 家里养着北美的小伙伴们 赶紧伸出爪爪可有名义啊 砸的也算 靠 都只承认自己是砸佛啊 不承认是砸北美啊 大恶龟 大恶龟是恶龟科 真恶龟属动物 通常生活在河流 湖泊 池塘 及沼泽中 他们很少到陆地上活动 在栖息地啊 基本没有天地 被誉为淡水龟之王 以上是教科书里的印象 在小豹的印象里 你压的就是个怪兽好吧 有你这么屌的龟吗 起情大也算了 咬合力也那么惊人 听闻野外成绩啊 可以达到七十公分 活脱脱的一个哥斯拉 而最让人不能忍的是啊 这么个攻防兼备的家伙 技能居然是钓鱼 你没听错 就是钓鱼 无炫酷特技不说 CD时间还长 难怪有不少玩家 欲酷无略的抱怨 老子花了这么多钱 裤子都脱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啊 人家就是给你看这个 一个庞乱大物 威武雄壮 霸气外泄的静止不动 你以为他准备要放大招了 可他已经在放了 瞧他在那 他在放呢 哎呀 行吧 最近啊 大鳄的价格涨了不少 严犬幼苗都要四百家 对于资深养归者来说 倒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小包就有个疑问 各位家里都是带泳池的吗 以后要看归友家里 有没有钱很简单啊 直接问一句 兄弟 我手里有只尘体大鳄 不想养了 送你尘吗 要是对方爽快的答应了 我去 我们做好朋友吧 至于品项什么的 也自有一番讲究啊 不过也是见仁见智 什么三比三 四比四的 讲的就是大鳄上元顿的数量是否对称 说白了 又是商家搞出来的那些个套路 和其他归类什么二十六甲一个德行 愿者上钩 爱心不信 总之啊 大鳄龟以他独特的捕食方式 和原始霸气的外表 收获了众多归友的芳心 土豪和农村玩家们可以尝试 像小豹这种市区居民楼小住户 就算了吧 家里有哥斯拉的朋友们来弹幕上选个副吧 好了 今天的鳄龟之旅就到这里了 当然除了以上讲到的三种鳄龟之外 还有南美小鳄中美小鳄 虽然市场上也有 确实普及度还不高 价格呢也是高到离谱 这里就不做乡数了 如果有朋友们对鳄龟感兴趣的话 欢迎一起交流啊 我是小豹 我们下期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odas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kum rash Josh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